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我们今天探讨的是Idea物语这本书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六个问题了 那现在我想要继续延续刚刚第六个问题 如果我想要做出一个从无到有创意的商品 就是大低的商品 这种商品本来它的成功几率就非常的低 通常都是不到十分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出来 通常我们的获利是那种改良改善商品的20倍以上的获利 可是黎明之前总是非常的黑暗 我们看不到未来会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说会成功 身为一个公司的领导人 也就是CEO或董事长 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正确心态 而且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把这样的正确心态给予我们的活力 创意团队呢 请Arene来为我们说明一下 我想一般人应该跟我会有一个一样的想法 就是每当我们听到高级主管 或是团队领导人决定要创新时 我们就会想到 这是又是一场冒险要承担着风险 那在作者这家创新设计公司呢 他们有一句名言 失败是通往成功的捷径 他们将失败取了一个名词 叫做可贵的失败 他们认为可贵的失败呢 能让他们扫除障碍 因为他们相信呢 只要错误能激发出更重要 更健全的策略的时候呢 就不算是错误 因为失败可以让冒险者知道 哪些规则是牢不可破 哪些是可用的 可以学到宝贵的经验 作者呢 就是用一个玩杂耍来比喻说 如何有技巧性的接受冒险 像我们一般玩杂耍的时候呢 难免会有失手 初学者呢 我们可能就不能用刀啊 不能用砖头啊 免得到时候失手 掉下来会砸伤脚 那作者呢 也提到初学者不要用球 因为球一掉下来呢 常常就会滚到桌子底下 跑去追球呢 就会耗费不少时间 可能就失去了底的性质 那他是说呢 用沙袋拿来练习最适合了 因为沙袋掉下来 砸到了也不会痛 那也不会像球一样到处跑 就是掉下来损失也是很轻微的 那我们一般的脑力激荡的团队呢 就是要有像玩杂耍这样 正确心态 一开始呢 我们不要想说 我们要跟高手一样拿刀子或是拿砖头来砸爽 我们应该先从简单的开始渐渐的练习 不停的练习 一直到得心应手为止 然后我们在策划的初期呢 应该要先去找一些便宜 艺术性术性高的一些素材来做模型 再渐渐的透过不停的 像之前面提到的不停的重复评估和改造原型 来做磨练 这个就是作者提到的需要有这样子正确的心态 作者还提到呢 我们要创造新的趋势接受 在这一本书里面呢 举着一个登山自行车的例子 之前呢 在美国后来发展出来的一款登山自行车 就是那种轮胎很圆很粗的 他们骑起来会比较轻巧 可以用在登山方面 那那时候美国的自行车龙头老大石稳这家公司呢 他们就做了错误的判断 他们认为说这个登山的自行车呢 根本只是一时出现 根本不会造成流行 他们根本就对这一款车呢 不予置评 不去理他 但是没想到呢 最后这一款自行车呢 占全美的销售量高达70%以上 作者就提到呢 往往这一家新的公司呢 他们的成功不会让他们去看到新的趋势 而自得意满 不愿意在冒险去投入更多的资源 在这新的自行车上 所以作者建议大家要有新的正确的形态 就是要去发掘这个新的趋势 去找到这个新的趋势 投入资源在里面 另外呢 作者还提到呢 不安排出海的人呢 能够改变我们的流程 让工作模式真正的脱胎换股 这书中呢 提到的例子就是 我们很知道的修正液 就是立可版 这个版呢 是一位小秘书发明的 因为他呢 发现说 平常啊 在帮银行布置橱窗的这些画像啊 如果他们啊 画错了要修正的方式呢 就是用另外的漆 盖过画错的地方 因为这样呢 他就研发出来了 专门修物的修正液 他就把它命名叫做立可版 刚开始呢 这个立可版的出现呢 他本来是要都售给IBM公司 但是这样的企业呢 根本就是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 没想到呢 到了十年的光景 这个立可版 这个立可版呢 就是以5000万美金的高价 卖给了另外一间公司 还有外带全力金 另外呢 作者还有提到说 我们要打破常规 才会有意外的惊喜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呢 何时会冒出一个创新的点子 公司做法呢 无法激发创意 我们不要限制创意呈现的方式 和表达地点 但是我们也不能天马行空的随意乱想 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框线在 那我们偶尔把我们的颜色涂到了框线以外呢 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涂超过框线呢 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如果你是天马行空 随意的自由分放 随意的弄的话 就是会变成乱七八糟 而且没有完全没有符合我们的重心 所以我们要必须衡量可以超过多少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这个部分也是作者提醒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的 那其实书中呢 作者还有提到了很多例 有兴趣的呢 请大家自己来翻书 好 谢谢Lin呢 跟我们的说明 那这个部分哦 说真的 不管是公司领导人 活力团队的领导人 正确的心态一定要有 才能够把公司的创意做好 活力团队带好 可是呢 参加这个创意团队 活力团队的成员 他又该怎么样做会更好呢 这个部分请大家继续期待 我们下一段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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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